讲到始终 终呢 最终极的目标 所以他是这样讲 那么朱熹呢 祝他说 明德为本 七明为末 他讲新明 知之为始 能德为终 本所 本始所先 末终所护 此节上门两节之异 所以朱熹记住他就说 这几句话呢 就是对上面 这个最终的一个小节 最终的一个小节 所以我们联系上面三纲的话呢 明德是本 七明是末 知之是始能德是终 本对应始为先 末对应终为户 所以这里的终 与前面的本 后面的先对应 那么始与前面的末 后面的户对应 所以这节就是对 上面两个小节的总结 那么杨明 王阳明大学们他说 明德为本 秦明为末 他讲秦明 其说以未尝不可 但不可分为本末两五 那杨明就针对着朱熹 说朱熹你把这个分成本末 那杨明他讲这个意思 他就说 这个事物呢 他说 不知明德秦明 本为一事 明德秦明本为一事 明德秦明本来就是一回事 而认为两事 他认为朱熹就是把明德秦明看成是两事 谁知本末只当为一物而已 不得不分为两物 你这样看的话 你就把本末分成两了 所以杨明呢 他同意 一方面同意朱熹的说法 但是他主要是强调 这个摆墨是不能搁在开来 摆墨是一起的 因为我们一般讲摆墨就是 大家都经常举那个最形象的例子 就是一棵树 一棵树呢 这个树干或者树根是板 那枝叶是墨 所以摆墨一起就是这棵树 你不能把这个树干 树根和枝叶花朵 把它分开 那么他认为呢 朱熹把亲民解成亲民 这样就和明明德变成为两个不同的东西 而王阳明呢 把亲民解释为亲爱于民 认为是彰显光明的品德推荐 推荐指呢 爱千下人 爱千下人呢 又能更好地彰显光明的品德 所以认为是摆墨一起 就是杨明更强调 这个是摆墨一起 因为他说呢 朱熹这个原因就是 朱熹把亲民解释成亲民 然后这个逻辑上就不贯通了 所以他这是 这是他前面他其实也说到 所以我们看呢 这个入大学要修 大人知道 当之修己为本 安人安百姓为末 所以这就与孔子所说的 正着正业 其身正不论行 其身不正 衰令不从 君子得宠小人 得草等等 可以相互发明 那么王福智他也发挥说的 只善指着 内进心意 只指功而外穷物理 善乃之也 心意不满而物理 为穷虽善而不止 不见机而不入于事 自其美背大胜 则又止 其初学必如 以此入得者 又是等等 其实杨明 那个隋王福智 他是 试图呢 就把 朱熹和杨明呢 想把他怎么给 巧合起来 巧合起来 所以我们看呢 主要就是 关于这个 本末怎么来理解 忠实怎么来理解 最后呢 关键这一章就说 通过这个摆摩 忠实然化一个先户 就是知道这些东西 把这个整个的 大学 包括儒家的这一套道理 贯通了一户 逻辑上贯通 圆融了一户 那就符合儒家的道理 也就是符合大人之道 所以这个道呢 它是 隐藏在 这个明德 这个三纲八乔目 后面整个大学背后的一个 一个一个东西 但是实际上 它是就在这个论证过程当中 展开的 那行 那么今天就 就先到这 这个经文还没讲 下面我们 下次我们就从 古之欲明明德 也签下来 来来来讲 因为这下面就是讲八目的 好 非常感谢 韩天老师 带给我们这个 精彩的 这个引读 这个引读环节呢 实际上 我们已经看出 韩星老师是怎么样来读大学这个文本的 实际上 我们说这个一般读大学 就是主要参照三个本子吧 就是这个 首先是礼记 礼记正义里面这个 郑环祝孔颖大叔的这个本子 对 因为从这儿可以看出 这个汉唐时候 他解大学的一个主要的动向 然后呢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 朱熹的这个大学章句本子 这个本子呢 是整一个 可以说是理学的精华 精华所在 然后从朱熹的这里呢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衍生出 比如说刚才韩老师也引的这个 邱骏的大学演艺补 包括像 曾德秀的大学演艺 还有到后来 您也引到那个 沾若水的大学格物通 盛学格物通 其实也都是 这个围绕着朱熹本吧 我觉得对大学做的一个发明 而朱熹本本身呢 它又有一个 这个大学货问 大学货问 感觉说的是吧 意犹未尽的东西 还有就是他在教学中啊 弟子问了他 然后他进而补充回答的一些东西 又加入了 所以韩老师也引用了 这个四书货问里面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我就觉得 韩老师真的是下足功夫的一位 这个纯儒啊 这个真正的学者 就是您包括 我刚才提到的邱骏呀 曾德秀呀 还有这个 湛若水呀 还有这个 我刚才说 第三个本子非常重要 就是王阳明的大学问 阳明的本子 也是我们说 可以看到这个理学之中的 理学和心学的分纪的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本子 那您引了这些本子 除此之外 还有李勇 别二曲的本子 别二曲的解释 还有包括王富之的解释 而且尤其很值得关注啊 韩老师对这个 当代学人的一些解读 也很上心 包括南淮景先生 南淮景先生的解读 包括刚才您提到一些很好的问题 其实也是 我觉得南淮景先生这 他发明的一些东西 很有意思 还有包括像蒋庆 还有段正元 这些解释 都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 别开身面的理解大学的 这样一个经典一世界的空间 非常非常好 谢谢韩兴老师 那咱们这个既然是会读的话 那就要有一个 讲学讨论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想就是咱们来参与会读的 各位师友 同学们我们可以就刚才 韩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就我们读的精彰的这些部分里面 你们觉得感兴趣的 有疑问的 或者说你有所得的 有所想法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交流交流 大家可以现在就是自由的探讨 谁想说一下 我不知道 好像是 没关系 我们当这个不存在 我们自己读书就好 哪位同学 你想说一声 韩兰师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最近在关注的那种 亚里士多德 他有一个友爱论 友爱论 对 然后他那个友爱论 就是让我联想到 我们自己的德论里面的一个 亲民 亲民 对 如果把亲民理解成爱天下人的话 那就是爱身边的人 然后 亚里士多德 他的这个 友爱论里面有一个讲法 叫做 人先自爱 才能有爱 对 人得先爱自己 然后才能爱周围的人 那如果要用这个逻辑去 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 明德为本 亲民为末 做一个汇通的话 那如果这个 在亲民 是爱周围的人 那这个明德可以解释成 或者是理解成爱自己 你说明德能不能理解成爱自己 对 因为这个里面他 他杨明和朱熹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 不就在于这个心上吗 可能在朱熹那 他觉得这个自心 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或者是一个动作 我要不断地去 承承承承承自己心中的那个拙的部分 然后留下那个清的部分 恢复他那个本心 对 恢复他那个明德 那个清的部分 那我们之前 我对于这个心 明德的理解 就是在这个心上 就停在这个心上了 我在 我在把我的这个心 恢复之后 这个动作我就做完了 就结束了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爱的概念 带到这个 这个动作上来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说 当我把这个本心付出之后 我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我会喜欢这样的自己 嗯 哦对 对 我想 你说这个 其实你说这个自爱 我倒起初 到时候以后大家可以搜一下 我写过那个《儒家仁爱》那文章 第一个环节是 有人爱之心 第二个环节就是自爱 第三个环节才是 孝其之道 才是爱亲人 爱自己的 就孝嘛就是爱父母长辈 气呢就是爱兄弟姐妹嘛 所以这个 其实《儒家自爱》后来不是 孔子和 玄子那个 哪一篇里面 也有那个枪叫自爱 他就是孔子的几个学生 然后 对对对 人家那个 对对 所以这个自爱 其实也应该是 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说这个有爱 咱们现在二十四个字的核心价 就关这边有爱 有爱 我一直说他这个有爱 咱们不说亚历斯多道 咱们现在讲这个有爱呢 我觉得含义不如《儒家》讲的人爱 《儒家》讲的人爱可以包含有爱 你是一个忍者 你首先是 有爱心 其次你能自爱 再呢 你自爱了以后 你周围的人首先得亲人 然后呢 再把这个爱亲人 你除了家门以外 翻爱中 爱社会上 直到最后做到 人家有千奇万物为 其他人有千奇万物为 爱到千奇万物 所以他是一个 同性与爱式的相会推演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面呢 那他当然就包含了友爱 就是对朋友 或者说对其他人 所以这个友爱呢 在儒家的那个 这个推演的过程当中 他应该就包含在 孔子讲的那个 翻爱中当中 翻爱大众当中 对别人有这种友好 所以这个友爱 其实他 如果讲儒家的人 就把友爱就包含了 其中也有自爱了 其实 但是这个讲自爱的 不是很多 我们 因为这可能 与我们当今的教育有关 我们当今教育 光想的是 怎么为人民服务 怎么跟那个 可能自己 自己的亲人都不照顾 跑着去外面 去照顾 观察老人 所以他就 这就是识根了 按儒家来讲 他根本 还是自己的本心 然后呢 自爱等等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这样 我觉得韩尔是解的特别好 我刚刚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自爱 那自爱的话 其实如果真要说起来 那就是对自己好 对吧 那什么是对自己好 难道是我的所有的欲求 我都去想尽办法满足它 然后就是 这个叫什么 像羊猪那样 是吧 那不是自爱 那真正的自爱 我想在儒家这里 可能可以用这个 炎渊篇那一句 客己复礼 对 这样一种客己复礼 它本身就是自爱 我怎么自爱 首先我得自尊 对吧 我得有自尊 那我的自尊 我是怎么样去实现的 如果按我们 现代人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对我的生活 有掌控感 我自己对于我的言行举止 我的人生的方方面面 我是有一个框架 有一个规则的 我在那遵守着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是一定程度上的 这个客气复礼 自制 一种自制力 然后呢 同时我们也是 这个虽然是一种社会的规约 包括 好像是讲到这个 这个核心价值观 对吧 它是一种社会规约 但是它也是符合 我们自爱的原则的 所以像韩老师刚才说 这个《荀子》里面的那一篇 我也很有印象 当时就最后的这个 孔子是肯定严远讲的 那个自爱 对对对 因为其他弟子有的说 哎 我要去爱人 对 我要去成就别人 但是严回说 他要去自爱 爱己 敬己 然后孔子说 就是无从回忆 好像说严回是明君子 对对对 明君子 就跟那个明都能够对不起 是是是 所以确实自爱 我觉得是一种 很重要的价值 而且我们今天讲修身 然后包括现在 从一个现代概念来说 什么是自爱 其实它都是可以 联合到一起 对对 像我们现在说 自尊 自强 自爱 这个自爱就是 爱你的身体 你看 身体 法目数字父母 不敢毁伤 这次是自爱 还有爱你的 这个整个的精神 心理 健康 理性 然后呢 这个等等 这些 就是它是 走到儒家的这样一个 修养的正道上 就是自爱 而不是说的那种自私的 我光我要吃好 我要喝好 我不管别人怎么样 不是那个意思 是 很好的一个开头吧 那咱们其他同学 有一个同学 来 有请 那个 潘老师好 就您刚刚也在 就是八条步的 这个部分 就是梳理一下 就是 朱熹对八个 这个八个步骤的 这个理解 像是 只指从这个 确定志向 然后获得定理 然后再到 清除杂念 随于 随于而按住 是精想 这样 一系列的 但是我 就是在读大学的过程中 我发现就是 好像在这个文本的表达里 就这八个条目之间的衔接 它是 从文气上 它是非常一贯的 所以读下来的话 就给人一种 就是非常通贯 非常连贯的感觉 但是感觉好像 在现实生活中 好像实际上 有的地方 并没有那么连贯 就举 第一个关节来说吧 就是 这个八条目的 第一个环节 应该是 这个 只指而后有定 就是 这不是八条目 这是 八条目还没讲呢 八条目就是 那个 那个 葛物之之之乘 不好意思 可恶的 可能是可恶 没事 你说 就是这个 那第一个环节 是这个 知者后有定 然后感觉好像 在这个文本里 它变成一个 就是非常 理所当然 非常通贯的表达 好像一个人 就是知道了 他未来要 他追求的志向 然后他就 自然而然的 获得了定义 但是我觉得 好像在这个 现实生活中 就像这个 曹君一先生 说过的就是他认为 这个人类本性中 就是有这个 知情意的 这个 简不断理 还乱的 这个纠结的 非常纠缠的 一个状态 所以实际上 我觉得 现实中的每个人 就是就 现实的人性而言 实际上 每个人都很有可能 处在 像保罗在 罗马书里 说到的那种 就是 零和肉之间 永恒的交战 那样的状态 然后加上 您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 可以借鉴 这个 道家 佛道的 这个修订的方法 比方说 早起上香 静坐 然后颂读经典 但是问题就在于 就是 这个经典 它这个 若干个环节的表达 是非常一贯的 然后在经典这里 就是好像从 智之到定的 这个过程 就是在文中 看上去是 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这无疑于 现实中 就是 比方说像是 天人交战 比方说像是这个 零肉信号战 这样的 分分复杂的情况 就是有相当大的区别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站在 经典的表达的角度上 然后看我们 现实的人生 就会越发的感觉 就是现实人生 有非常多 就是非常缺憾 然后令人感到 羞愧的这个点 所以那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可否把 经典认定为 就是 它仅仅是一种 非常规范性的 或者高度理想化的 这样一种 对人的 应然状态的表达 而不是 任何现实中 就是人 实际可以做到的事情 换句话来说 就是 您是否认为 就是 经典中的 像是这个 从知识 然后道德的 这一系列的 这个环节 对于一个 现实中的人 是可行的呢 还是说 它仅仅是一种 经典的 规范性的期许 这样 谢谢 这讲的 这是一个 具体修正的 七个环节 其实 就是七个环节 有知之有境 是不是一种 就是你这个意思 就怀疑 它是不是能够 我们人人能够 做得到 是的 它是否可行 是否可行 这个首先我觉得 它这个 这所谓的七正 它其实是 省落了很多东西 就是如果它 作为儒家的 一个功夫论的话 它只是提供了 一个 修养的一个 一个 怎么说呢 很重要的几个点 但是具体怎么做 那个具体功夫 它就没有说到 能不能这么说 当然呢 我这里 引得朱熙的理解 因为我就是 弄得修养功夫 这说一说 又说不清了 朱熙的这么说 它是作为 我们人做事 人生 其实就是 我们不用 讲的那个 性命去修炼的 那方面 就按照朱熙 这种理解的话 我就从人生的 这一件 当然它是一种 比较理想化的 或者说是一种 比较规范化的 但是这个理想 规范的话 那就像 大学下面讲的 还没有讲到 那个 我们没讲到巴姆 可我知之成立正习 其实它也就是 一种规范 一种理想 那么正因为 精简 正因为它是一种 规范 它是一种理想 我们才要研究精简 我们才要把 我们散乱的生活 盲目的生活 困惑的生活 困惑的人生 通过精简 把它安顿下来 或者说 找到方向 找到方法 然后按照精简 去做的话 按理论上做 按照精简做的话 我们都能成为君子 成为贤者 成为圣人 当然了 我就说按理论上做 但是事实上呢 你像孔子也说的 只有延回死 三远不为人 其他的学生 两三千就违背人了 很多人是自身做不到 那么这个做不到 就可能于你刚才说的 人的各个方面的冲突 什么梁云人的冲突 人的这种 自我的追求 和外在的这种 不足啊等等 包括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特别 我刚说 儒家呢 不能像道夫一样 去出家 你就要在这个 社会人生当中 你要是各种 复杂的人际关系 你都要应对 所以就好像 就不能 就不能做 但是正因为这样 你如果得了精简后 你按照精简去做的话 可能就会把你 困惑的人生 散乱的生活 可能就会弄得 慢慢就会弄好 弄得精精油巧 但这个可能不是一下子的 可能不是一下子 就是它慢慢有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面 肯定它那个精简 它讲的这种 它是一种 一种规范 一种标准 确实是一种理想 但是不能说 就不能实现 因为这 既然圣贤都这么讲了 就是他们 肯定是从他们 个人的修炼当中 总结概括出来的 总结概括出来的 不是说着 凭空在那里 幻想出来的 那幻想出来 就骗人了 所以我们古代 圣贤他做这种 所以这个经 都是圣人所做 后来 闲着来 做其传啊等等 所以他确实有一个 如讲的最高的人格是圣 然后闲人呢 就稍微差一点 相对的能做到的多一点 我也在从武汉才开了 是君子研讨 现在这两年 大家热衷于搞那个君子文化 那君子文化 我们也稍微弄一点 都能做到一点 那就大众 大多数人都能做到君子了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这个人格呢 境界呢 它是分成不同的层次 但是你 当然了 最基本的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世人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知识分子 或者古代的世 这个世呢 当然现在我们说 这个知识分子 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 所以儒家 他就有提出一个 世君子 有的时候 把虚和君子连在一起 你看很多儒家经典当中 那就是说 你要做一种 像君子那样的世 因为有的世呢 他可能有乱七八糟里面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人 儒家就强调 世君子 就是君子那样的世 所以像这些呢 我们就从 最继的一件件的做 然后按照这样一个顺序 努力的话 理论上讲 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至于说 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 最终你达到什么程度 你最后成为一个君子呢 还是成为一个侠 可能成为圣人 从中间历来说呢 那大概就说 孟子以后就没有了 朱熹那么厉害 也成为大贤 大如大贤 没有成为圣 所以这个 但是我们要自由 这个目标的话 你按照这个目标 努力的话 我们人人都这样努力的话 那这个社会 肯定就是 肯定是越来越变得好 社会就变得越来越有秩序 不然的话 那社会就是 我们现在说 科学讲的 那叫这一种什么 那种那种 那个叫个什么讲法 我一下子 科学有一种讲法 就是一种无序 伤 对 伤对一种无序 我们在通过 这个圣贤经典 大家都要到这份 都有意识地 按照圣贤经典 去做的话 社会就会变得有序 大家活在一个 有序的社会当中 那当然就轻松了 自然就就 肯定幸福感就增强了 所以 人人科技福利为人 人人科技福利 天下归人 所以这个孔子这样讲的 也就很清楚 是 这就是非常可贵的地方 就是大学 它虽然是一个大人之学 但是它也给了普通人 我们这些普通人 一个向上的可能性 一个空间 就像中庸讲 这个学而知之者 生而知之者 困而知之者 即其知之则积也 不管你是哪一种人 可能像 这个同学的困惑 觉得 哎呀我明明是要修行的 结果怎么 一下子就散漫了 是吧 会有这种困惑 那其实这就属于困而知之 你在困难之中 不断地去改善自己 那我觉得 刚刚韩老师说到 这个君子 特别重要 君子文化 包括是君子 我刚刚想到 康介也说 如为君子 如 无为小人 对 还有君子如 对 对对对 连如都存在 君子和小人之变 更何况 更何况人了 对吧 所以实际上 我想对于大学的文本而言 它在写作之初 它是不是给我们这些人看的 能够做大人的人 那不是普通的人 那它当然是 首先对自己 方方面面的要求 还有它方方面面的熏悉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说 现在我们能够到 这样一个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知识 都有机会去 做一个君子吧 我想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谢谢韩老师 这个启发 确实经典给我们 是一个人生的指引 无论是困顿也好 散漫也好 有这个指引 它就是一个穿针引线 你就知道你人生的归相在哪里 特别好 那哪位同学 还想 老师我们会读的环境可以 就是同学之间的 可以吗 就刚才他提那个问题 你们也可以回答 你们也可以回答 可以吗 就是他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指引之善 或之指而会定 它在实际当中 可以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有一点小小的体会 所以我找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还挺实用的 我想给你 简单说一句 就是他说这个 指指而会有病 我是这么看的 就我觉得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 就是在我之前 在我出生之前 已经存在很多很多年了 而在我死之后 可能还存在很多很多年 而我的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对于这段时间来说 只是非常非常短的一瞬而已 他一眨眼就过去了 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留下的痕迹 或者是能够被 就是记住我的人 我能留下的痕迹 所存续的时间 也是非常非常短的 可能我死后十年 或者不到 没有人就会记得我来过 然后我就会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在这短短的一瞬之间 我想创造一个 什么样的生命样态 我想要让在 我存在的这段时间里面 给周围的人带去 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在提到 就是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回到那个文本上 他说 止于至善 然后知止而后有病 我发现就是 如果我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短淡的 我能留下的痕迹和影响 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我想做一个善良美好的人 就是想做一个好人 就是很朴素的愿望 所以就有一点直止而后有病 我就定在这儿了 有些事情我就不会做 对 哪怕他可能会给我 现在带来很多的声明 或者是利益也好 或者是什么也好 但是可能我就不会做 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慢慢地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他有这么一个 就是从更大的时空观 去看我自己很短很短的 这一个小生命的时候 我去想到一个 一个这样的 回归到文本的一个方法 可以可以 最贪污了 其实这个你说 最当然的 你说这个你要做一个好人 是吧 这是我们其实做人的最基本要求 而关键这个好人 有的时候也有争议 算什么算好人 这个我就不说 关键我就理解 咱们再我再说一下 这个知之后有尽这个知之 书记说是 知善之所在也 所以他还不是我们一般的 一般的一个目标 不是说我这次 我要当个什么官 我要挣了多少钱 或者说 我好好努力挣大工资 让我的这个全家人 过得幸福啊 或者什么 他不是这个 他指的就是知善 谁能达到知善呢 圣人 其实他就说 这里面实际上讲就是 当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目标 确实成胜成贤的一个 那样一个高度 高度的时候 所以后面所做的就 就顺利成章了 所以儒家这个学问是 最即使 多先生讲的 学为诚人 但是实际上最高就是 成圣成贤 所以我们讲儒家的学问 是圣贤的学问 成圣贤 你要确定我 所以古代你看那些儒家 有时候科学也不搞了 什么也不搞了 我就要学为圣贤 学为圣贤 所以他确定这样一个目标 才是真正的智制 还不是一般说 你随便缺一个什么 当然你这个也是挺好的 在现在时候也太难得了 现在大家都没有什么目标 回头目标都是那种物质的 感性的 没有确定 有道德性的这种目标 那知善就是达到圣人 那个高度 所以就在那么一个标准 来要求我们自己 来去追求吧 来去追求吧 所以这是我这样理解 那我也想提个问题 学为圣贤 就是我们回到这个 刚才韩老师引读的内容上来 那我觉得今天韩老师引读的话 有几个点啊 很重要 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去探讨的 就是先把老生常谈的放一放吧 我们先说一个之前我没关注过的 就是您取的那个材料 南淮景先生的四纲之说 就是三纲之外 他加了一个道这一纲 是吧 这非常有意思 他说道是首纲 对 他说道是一个总纲领 然后三纲是统设在这个道这一纲之下的 然后他这个话一出来呢 我当时一看 我第一个想法 这不就道德经那个道可道非常道 对吧 那讲的就是一个 我就不用说去考虑 你是个大人之道也好 大学之道也好 明德之道什么都不管 我就是道之本身 他就是首纲 那这个您认同 您在刚刚解读里面 我刚是 我其实一直想这个问题 但是他有点和道家 对 我就说如果那样会不会就 把儒家又倒到道家的路上去 是的 但是这样倒合不合时宜呢 因为我觉得 因为道家他讲道 他把道单独提出来 提高到 这个整个宇宙万物的最本源 最根本 然后是统设一切的那样一个高度 但是儒家谁讲到道 他往往是和现实事物 道不离弃 是 道是不离弃 道 道弃不二 他是这样讲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道呢 就是这个三纲八木的展开 整个大学的这种展开里面 就是道 同时就具现了道 而不是说着 在这个具体是我一位 还有一位道 那就我就觉得 好像走到道家的路上去 可能这也是儒家跟道家 在呈现上的一个 主要核心的差别 对对对 就是在儒家这个道是不离事物的 道不离事物 而且从这个文本上来看的话 我们显然他所说的道 并不是离开大学去谈的道 对对对 他谈的所有都是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如果没有前面的大学之 这个限定的话 他只谈道 那就是玄虚了 就玄虚了 对 就是道家讲那个玄虚 这就不是儒家的一个 不是儒家之道 是是是 我也认为 那南先生的这个 以道为首纲 这样的一种统设法 我觉得他还是 会通如是道 还是能通 他是会通如是道 来讲经讲 所以他们 所以他这样说呢 怎么说呢 像南海姐先生 他有时也 也对学者也有看法 因为他们讲这 那就说 我反正只要把这个道理讲清 我也不是儒家 我也不是道家 我也不是什么什么佛家 其实要说他 总体上他是 穷相于佛家 但是他是三教会通的 所以这个就跟还不是 我们现在讲 我觉得还是 从我这个角度 我觉得还是 切尽儒家的一个立场 然后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 跟道佛会通 进行比较 但是还是要怎么把握一个 儒家的一个立场 儒家的一个思路 这样的话 也不然的话 因为民间的那些人 社会上的人 他有时就是乱那么 乱们会通就 会通就就 对 喜欢会通 全部都和在一块 是吧 就说什么 道也是呢 佛教那么说 他们是一样的 一回事 不能简单的那么说 对 那我记得这个 是成诸一戏嘛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天理啊 不离于事物 也不杂于事物 对 就这种不离不杂的状态 是不是也和这个道 有一些这个 可以 可以做一个 一块对照看的地方 因为理学家所讲这个理 虽然二成说他是 自家启切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他讲这个 就是汉唐先前儒家 所讲的道 就是儒家之道 对 只不过他 他为了你要再讲 那个儒家之道的话 那汉唐那些住者 都讲过了 所以他就最后 要弄一个理 弄个理 当然二成好像 还没讲得太深 他就讲这个千理 然后朱熹后来 不是讲这个千理 还有那个终极的千理 和万事万物的理 对 所以他拥有一个 礼仪分数的 那个表述方法 是的 所以万事万物 都有一个理 但是万物是万物 万事万物那个理 和那个终极的 那个千理 其实是一个 礼仪分数的关系 就是他是一回事 所以你看他这个讲法 就用礼的这种讲法 其实礼先前也都有讲 如今的经讲 都有讲 但是他就把这个理气高的 像先秦和汉 汉唐那个道的高度 然后他按照这个思路 他让他 推演出他整个的一套 理学的气息 所以他讲的这个思辨性 就相当强 然后这个气息性 都相当强 逻辑思辨性 气息性 形容上性 就相当强 但是同时他也强调 我讲这个形容上 也是不离具体的事 也不离这个 不弃的 道不离气 但是他又不杂于事物 这个不杂呢 就感觉像是什么 我一旦说 完全的就在这个事物上 是不是就像佛家会批评 就着相了 对吧 他加了这个不杂 一下子就把理跟事物之间 好像又有了一个区隔 从眼来看 他说的这个样子 还是有一些汇通的意义 有汇通 可就受到佛教的影响 受到佛教的影响 然后他又 在儒家的精简基础上 形成了他的理学的体系 所以他讲这个理 就跟我们所讲的 那个异乱的道不离气一样 他讲这个理 你看理和事 是不分的 这就不能分开的 或者说 朱熹特别讲的理气关系等等 因为他这个气就是 贯通那个理和具体事的 一个中间环节 他论的特别多 理气关系论的特别多 所以他始终也是 不是光讲的 那是空讲理 如果像明清之际 其实有这些实学家 其实是把理学新学 是有点 怎么说呢 那有可能是 那个理学新学的护学 出了弊端了 所以他们呢 你们理学光讲的 都是在那里 讲空谈等等 空谈性命 空谈新型 其实我们也在看 这个城珠 这个 城珠 还有包括陆王 他们原本的 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圆融的 不是光空讲千里 他是和事和气呀 等等 和非常复杂的那些 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这种辩析 然后来构架 他这个思想气息 好 那看看咱们的同学 也快谈了 你们自己看吧 我们国学院那个 老师带学生读经 其实是 老师不准备 学生 每一个学生准备 然后轮流 轮流打架 然后到最后 老师讲评一下 其实就是 我记得是第一期的时候 当时我们有提到 那个 这个知识或有定义 这种文化 叫律儿后能者 他和老字里面有一段 孰能着一指 对对对 他之间有了一个对照 有一个先生 他做了一个对照 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好奇 那你看 他这个孰能着一指 静之许清 然后孰能哀一久 动之许生 就是水嘛 这个水如果它 一直运动 一直运动的话 它就会变灼 那只有让它静下来 它才可能会变清澈 而如果你放弃 就变成死水了 就又灼了 所以你就让它冻起来 成为活水 它才可能 安已久 那我当时的疑问就是 它是一直会循环吗 就是这个水本来是 就是本来是 这个灼的 然后清了 然后又 又灼了 然后你再让它冻起来 冻起来之后 不就又变灼了吗 就是它 在倒 就是倒在那一块 它好像给了我们一个循环 就是这个水由清变灼 是一个前后 手尾相连的一个循环 所以这句话 它给人一种 就是我的终点 也是我的起点 当你走到了 这句话的终点 那你就再回到 这句话的终点 再重新去体会 再重新去体会这个逻辑 我就在好奇的是 报价给我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支止而后有病 这一段话 它也会暗示了某种 起点 就是终点的意思 当我得的时候 就我有所得的时候 或者是 有小成或者大成的时候 它是不是又一次 我应该支止的那个起点 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你先把这一段 和道家那个 思想进行比较 道家他讲这个 他用 从道德经到其他的 这个庄子等等 他最主要的用那个水 作为一个 一个象征的一个意象 但是这里面呢 就水动作水极 其实他强调一个流动的问题 他说那个水动 实际上他就说 你比如说 扔石头 然后把它打破 他那个瓶颈 那就乱了 但是他希望是水 是流动的 是这样 所以这就涉及到 其实道家 包括其实宋明理学 一开始也讲那个 动静的关系问题 虽然说是静 但是有的时候说 这个静和动 它是一个 我们现在说 就是辩证的关系 你不能一味的静 也不能一味的动 这个动静的这种 辩证关系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 你说其实我这里 演了那个老子的话 就类似一个 把握中道一样的 就类似把握中道一样的 所以动急而静 静急而动 他有这样的过程 所以从老子那讲 确实有个循环论 确实有个循环论 但是儒家这个 他不是 我觉得他也不是个循环论 所以他讲这个静呢 其实 跟道家那个有没有关系 也可能有关系 但是你看我这里 演了老子那个 我看就是这个 我这个诸二 演了老子说的 静为造军 这是一几手静动 就是道家他讲 要追求一种 虚无清静的状态 把这个看成词 人达到一个 虚无同时又清静 然后在这种状况下 你的心 你的精神 达到这种状况 你才能真正的 提悟到 他说的那个道 那儒家呢 好像还不是这样 因为儒家讲这个静 其实 那个 礼记当中也讲过 《论语》当中 像孔子讲的 忍者静 忍者静 礼记当中讲 人生静 千只信也 所以这个静 主要还是指导人的 这个心情 或者说心平气和的 一种状态 还跟人 当然跟老子 有点相似 有点接近 但是还不完全一致 就是忍者 忍者 若山 智者若水 等等等等 所以忍者静 睡就是动 三次静 睡动 我其实他 并不关心 他这个动 他这个道家这边 讲的静 和我们儒家讲的静 是不是一个静 他俩应该是 有相同之处 但是不是一个静 不是一个静 我关注的其实 不是这个 我关注的是 就是他这句话 就是知者 这句话到后面 那个律儿后能得 如果他是一个 一条路 或者是一个 这个 这一套功夫 做下来 或者是做什么 一件事的话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 他走了这个知者 然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也思虑 然后也得到了 他得到最后该怎么办 成圣人 不 他不能一下子成圣人 不是 就是到最后能得 你看经过这几个环节 到最后得 所以就 那就 他终极目标 就成为终极目标成圣了 就像道家修炼 最后成先 佛教修炼成佛一样 那他在这个成圣之路上 是我把这个知止和德的这条路走一遍 我就能成圣人了 还是说我需要走很多遍 我做很多事情 有可能是很多遍 或者说很多事情都按照这样 都按照这样一个 这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条 一种思路 一种方法 一种途径 大的方面 可以指我们整个的人生道路 小呢 也可以指我们 具体处理目标小事 所以我刚说 这个知止和德经 这个知止 从最宏观的理想上讲 我们就说这个指的至善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也没错 我这个阶段 我有个小的目标 对 我有个小的目标 我成为一个好人 或者怎样 那也是按照这个顺序修的 等我达到那个小的目标 怎么办呢 那我继续再 再找一个更高的目标 去修 是吧 是这样 所以他有可能大的套小的 但是这些大的套小 都是在一个 一桥人生之路上 你不能跑到另外一桥人生 那就 因为人生太复杂了 设计的面太多了 所以大致就是他提高了 一个大致的修养的路子 所以这个我觉得 可以和论语当中讲的 下学而上达对应 就是下学学的东西很多 很杂 但是你学的 精进一桥案中 到最后呢 上达上达千道 等到上达千道之后 你就成为圣人 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成明道 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猎 然后他后来觉得自己 这个特别爱打猎这件事呢 玩物丧志 不利于自己这个 做这个儒家的修身功夫 他就放弃了 三十年不打猎 他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喜欢 就放弃了这个爱玩的这个心 但是某一天啊 他听到别人说打猎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心动了 然后这是见猎心喜 他心就动了 心一动 他就马上就计时到 原来我这个爱玩 爱打猎这个心啊 还是 虽然已经修了三十年 还是没有做到 所以其实这几个步骤啊 无论是知识 还是定静安律德这个过程 每一步都极难极难 是 是极难极难 你以为你在这个事情上 已经做到了 实际上你没有做到 往往是这样的 是是是 所以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觉得就不存在一个 哦我已经做到这些了 我是不是 那我真的就能够成圣人了吗 不存在 因为我们连知识都做不到 即使像陈明道这样的人 三十年不打猎 但是见猎心喜 他仍然没有做到 所以就功夫之难 可能就在这里 对 对 韩老师 对 对 好 那我觉得咱们这一段的话 还是应该讨论 这些清明和新明的问题 您觉得吗 对 关于这个也有个问题 就是当才 我听到韩老师 刚才就总结的时候 说 那个 明 等一下 稍微 让我长下 刚才韩老师总结的时候 提到说 明德是道德发用 然后是从道体发出的 新性光芒 清明是亲身走入人群 那依据这句话 我想问一下 韩老师是不是 就是理解的 大学里头这句话 是把它当作清明来理解的 因为您提到说 亲身走入人群 如果您是把这个清明 就理解为清明的话 那您的这个 就是断定的依据 是如何来断定的呢 基于这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 更宏观一点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读别的文本 或者别的一个 哲学问题的时候 对某句话 或者某个字的理解 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然后 那我们想要有一个判断 比如说我们对 别的哲学家的某一个概念 它的含义 想要有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可以去回归到 它的这个概念所在的 整体文本 去把握它这个概念的含义 也可以甚至回到 这个哲学家思想的整体 去判断 但是我们对于一个 思想家的思想整体 对于一个文本的 含义的理解 也是从对字的理解上来 得出来的 所以如果当我们出现了 这种困惑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 以哪一边为依据 为定 去解决我们的 另一边的困惑 你刚才理解对着 我其实是 倾向于把这个 理解为亲民 这个我下面好像 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只是 讲三纲的时候 只是 我在注视当中 把这个新民亲民的争论 其实下面我们具体还要讲 我是倾向于理解为亲民 你刚才最后说 是那个字的解释 其实我们从文字学上 对一个字的解释 使我们对这个 思想哲学概念 进行解释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基础 但是呢 也不是唯一的基础 因为你从文字上 看从哪 你比如说 虽然我们经常 演这个双门解释 但是双门解释 是汉代人形成的 现在我们你看 有很多考古挖掘 有先秦的文献 出来了以后 它其实有很多 也不见得符合 所以这个如果要做 那个工作 那就要 除了呢 把说文解释弄通 其实还要找很多 考古的资料 包括经文 那个什么 甲骨文经文等等 这样呢 可能就对某一个字 它的历史演变 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当然了 再参考说文解释 还有参考 说文解释 后来像这个 这个谁 后面的柱 段财的柱等等 你后面问他 就是这个字 那个选哪个 是吧 它的意思 比如说有多重意思 是吧 那你就是看你 你是研究哪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 这个它这种 多重意思当中 哪一个意思 接近你 你研究那个问题 你就选择它那个意思 我是问的是 就是我们如果要 对某一个字 或者某一个名词的那个含义 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想要去 就是有一个定见 那么我现在的一个方法是 回到这个概念 所出现的那个 所在的那个文本整体去 就从文章的主旨 去把握它这个字的 这个概念的含义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文本的 主旨的理解 又是从一句一句话当中来的 所以 所以就是 如果我从文本的主旨 去理解这个含义的话 会不会造成一种 就是说我对这个文本的理解的含义 也是基于我对这个字的含义来形成的 所以就是护证 但是这个护证又是 就用一个意思 去说同样的一个意思 去证同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的这个 自己的逻辑是自洽的 但是 但是并不对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你这个说是理解 有可能会出现这两种情况 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首先理解一个文本的 你说说主旨的话 那主旨一个就是说 我们护证这个文本 还有就是 历史上 这个历代的注视 那些大家 对这个 就像我们基于节讲的 那些大家对这一个文本 他的解读 他对注视的归纳 概括 这样我们把握了以后 然后在解读这个过程当中 大致呢 当然是倾向于 所以你说 如果从他们做哲学史思想史来说 那肯定还是 以这个主旨为 为一个 或者说为一个主要的 或者前期的来理解这个 理解文本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 比如说 这一个字有多种意思 那这个适合一个 种旨的意思 我就采取这种意思 如果不适合 或者说 它有违背呢 我就不惨当它这个观 因为你从文字学上 它可能有 有时有多种各样的解识 所以这个应该是 还是 如果 总的来说 还是以文本为 以这个文本的主旨为 更为重要 我觉得 但是文字学 它是一个参考 毕竟是小学功夫 所以国内 我们这个理解经典 还是从 主要从以理出发 但是这个以理呢 要在这个小学的基础上 这个小学 它是个基础 但是它这个基础 就不能说着 它 所以还是要从 这个 主要从以理上 从 阻止 从它这个 思想结构 从它的思想观点 思想结构 整个这个思想体系上 来理解 可能大家就够考一下